从朝鲜平壤出发 驱车约6小时就来到了位于朝韩交界 素有朝鲜第一山之称的金刚山 近日 中心社记者来到这里 探秘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边境土地 开车行进在北南公路上 公路旁是一人高的绿色铁丝网 金刚山观光旅行社的导游告诉记者 就在几个月前 自己接待的韩国客人 就是从这条公路来到朝鲜的 据朝中社报道 2019年2月12号至13号 朝韩及海外各阶层团体 参加的旅行北南宣言 2019年迎新联欢会在金刚山举行 作为朝韩两国旅游合作的最重要项目 随着两国关系的冷热交叠 金刚山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年 我们的美国长官 今天时代阿弥陀遇的导游 花围上代游看的 今年初几个人 被编导游和国民人 调重下红队 他的金刚山 中国人被编导游和共产 1998年6月和10月 韩国现代财团名誉董事长郑周勇 两次带着500头牛访问朝鲜 并以财团名义 与朝鲜商定开发金刚山旅游 由现代俄山公司运营 与其一年9月30日 大将军事长郑周勇 军事长郑周勇 军事长郑周勇 代表人计划 军事长郑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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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十年间,约193万游客曾前往金刚山旅游 2003年郑州勇去世后,朝韩双方每年在金刚山举行追悼仪式 这也一度成为南北民间外交的象征 2008年7月,一名韩国游客在金刚山旅游期间因误入朝方军事区遭到射杀 刚刚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对朝态度强硬 随即暂停金刚山旅游项目 同年11月29号,朝鲜正式关闭景区 2014年6月,朝鲜政府宣布 除设有诸多军事工厂的磁箱道以外 其他八个行政区全部对外国游客开放 同年,金志恩提出了原山金刚山国际旅游区方案 金刚山随即开展休整,准备迎客 一大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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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小幅 中心社记者在应邀参访 原山金刚山国际旅游区时看到 景区中随处可见外国游客的身影 朝鲜国家观光总局 观光宣传局局长金春熙 在受访时也表示 朝鲜政府欢迎外国的投资 来进行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建设 朝鲜也会为投资企业提供优惠措施